中广论坛 中广论坛的好朋友们 你们好吗 这个礼拜 很快就一个礼拜过去的 星锤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有时候呢 一周跟一个月 时间是真的非常的快 可是这个礼拜 不想您心情是否如意 或者是雨过天晴 现在的感觉 感觉怎么样 今天呢 进到中广之前 看到一则新闻了 就是在楼下 在等电梯的时候 有一个千亿大王 以前这个魏王的老董 他叫陈建忠 那改名叫尹川建忠 他现在呢96岁 可是失智了 然后呢 他千亿的财产呢 在家庭当中 就引发了若干的争议 他的妻子 跟他的孩子们 分成两三派 然后开始争家产 那陈建忠是以前 清国大王陈查某的长子 各位知道陈查某 在老一代人心目中 也是富裕的代表 可是他也是因为赚钱 赚的非常的多 可是呢 这个死了以后呢 身后啊 这个拖了四年 都还没有落土为安 那没有想到这个家族的事件 重新的再上演 那另外这新闻呢 我们看到是说 这个今天有个康建 这个杂志所公布的康建指数啊 台湾人真是命苦 我们的压力在全世界排行第二 仅次于南韩 这压力 那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压力啊 压力如果能够逆转的话 那压力就是人生当中的点心 英文叫stress is just desert if you can reverse stress is s-t-r-e-s-s-e-d 把它逆转过来 刚好是desert d-e-s-s-e-r-t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压力能够有效的逆转 就变成人生当中进步的来源 但是这多么的困难啊 那压力当中 最重要的压力来源是什么呢 是财务 是财务 这个新加坡 在几年前连续派了一级 二级三级 这个标题写得非常的直白 叫钱不够用 所以现在钱不够用 变成全台湾人 在压力当中最重要的第一项 第一项的指标 那如果有人出去拼经济 拼回来 那还有人在后面继续 这个扯偶对他 那就实在他不应该了 所以今天呢 我想跟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 三个主题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是拼经济 寒流 寒流呢 完胜 拼经济 寒流完胜 第二个要谈的是 武林新盟主 盟啊 是一个草字头 加个明天的名 武林新盟主 那当然就是寒冰 武林新盟主 寒冰 第三个呢 我们要谈的是在少子化情况之下 这个国安问题 中华民国如何有效解决 少子化 人不够了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人民 这个国家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不是吗 好 那么从第一个主题 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 第一个是拼经济 寒流完胜 那今天联合报或者其他报纸 几乎都登出了头条 做这样的一个报道说 陆委会准备要设韩国瑜条款 韩国瑜条款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瑜赴港澳 跟这个刘洁一 还有中联办的主任 还有这个澳门 以及香港的这个特首 见了面 那签了很多单子回来 但重点不是要签了多少订单回来 因为千言万语 不如订单一指 不是吗 这个讲了再多说一仗 不如做一吃 那韩国瑜这次呢 签的金额 现在数字已经超过60亿的 那后续会不会有追加 不知道 但这个肯定是最近 从2018年11月24日 24号以来 全台湾的县市首长里面 出去签订单签最多的 到目前为止 他完胜 寒流完胜 所以我们来看看 对韩国瑜来说 撇开你喜不喜欢他 那么给鱼一片海 才知鱼厉害 英文呢 有一句成语叫做 It is only in deep waters That a fish knows how strong it is It is only in deep waters That a fish knows how strong it is 他的意思是说 只有进到深海里面 你才知道这个鱼啊 抗压力跟它能够游得多快 否则 大家在这边讲来讲去 嘴来嘴去 那意义不大 那韩国瑜进到了深水区 所以这一次呢 陆委会跟蔡永总统 以及服务院党 几乎呢 围攻光明顶 光明顶当然指的是 韩国瑜的头顶 围攻光明顶 几大门派 这个围攻光明顶 但是我们就是论事吧 一个能够为中华民国 为台湾的民众 为农业民 能够找到很多订单的 这样的市长 你要给他这么多的批评 这么多的责难 还要设一些 许多不必要的障碍给他 甚至把主权 或者他会不会卖台 那么在他身上 你觉得有意义吗 意义不大吗 那民进党也好 或者蔡英武 或者入委会的 基本概念就是 韩国可能会卖台 所以呢 这个在整个一个 意识形态上面 或者是政治立场上面 必须要做个有效的调整 他们甚至要韩国瑜说 你最好能够在大陆 谈出中华民国 那其实过去陈菊 赖清德跟谢亮廷 也都去过大陆访问 他们有没有讲过中华民国 好像也没有啊 甚至连在会场当中 讲台独也没有讲 所以我觉得 我讨厌讲意识形态 因为意识形态 就像宗教信仰 有人去挑战宗教信仰的吗 没有嘛 我们的社会 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你想信仰捅 你想信仰读 那是个人自由 那问问全台湾的民众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过好的生活 这个最重要不是吗 所以给予一片海 方之于利害 赵冠丽的 帮韩国瑜选的一首诗 这个唐朝热忱的李承写的 这首诗就是 他写的是对韩国瑜 也许对他现在进入 所谓的政治深水区 跟经济深水区 应该算是非常有效的传达吧 来 那个如果你有视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写给韩国瑜的诗 千言万货 不辞劳 远看方之 出处高 西见 岂能留得住 中归大海 做坡 他意思是说 这个不论 千山万水 为了要帮高雄的 跟台湾的农运民 找出路 所以呢 非常风尘仆仆的 跑到大陆去 那么你只有从 与大格局远处来看 才知道 他的出发点 就是瓶颈计嘛 瓶颈计 那么西见 岂能留得住 那个小小的潮流 小小的噪音 以及这个 有些小石头的 这种西的声音 怎么可能留得住他 所谓的寒流啊 他终归要大海做坡陶 现在 是汇聚成流 下个阶段 会不会鲤鱼 龙门 要龙门 他更上层了 我觉得 那是下一个阶段问题 我们今天谈的是 就是论识 对韩国瑜来说 给予一片海 方之鱼厉害 在整个拼 这个经济的过程里面 这一次 不论是 蔡英文总统 柯文哲 或者是韩国瑜 三个人同时 都外出了 但网络声量 韩流完胜 拼经济 韩流完胜 甚至呢 您要谈到说 对于 未来 台湾民众 引领大家的视野 跟观点的 韩国瑜现在 还是完胜 我刚特别跟各位 听众朋友 强调一点就是 韩国瑜不是圣人 他有他自己的优缺点 他就像伟小宝 他就像令狐冲 有时候呢 讲话口不择言 可是 瑕不掩瑜 他拿订单回来 这是真的 这个美国政治 有一句 基本的概念叫 Bring home the bacon Bring you home 你出门在外打拼 把牛肉 把培根带回来 也就是把利多带回来 如果你不能够 带利多回来 那就把你带回来 你就不要再做了 所以你看 不论是蔡英文 韩国瑜 或者柯文哲 媒体分析 有些是对的 有些是有不同角度的 可是有一个评论 我觉得是蛮中肯的 三人 三人行 三个人同时出行 一个出去赚钱 一个出去撒钱 一个出去说大话 十小钱 十就是大十的十 这个话说的很大 但是用了一点小钱 想要以小博大 不太可能了 台湾的民众来看的是 你这趟出去 能不能为台湾 带来更多的 未来的安和乐利 这第一 如果你不能拼到经济 那拼到安全 对不对 安和乐利 那如果都没有 那就讲点好话 让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让大家有点快乐 安和乐利 民众要的 不就是这四个字吗 所以台北是有安和路 乐利路 房间都蛮高的 可能原因在这里吧 所以你怎么看到说 今天台湾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政坛上的问题 基本上都出在 我们见得人家好 有人开玩笑 以前说ROC 中华民国 现在变成民进党 很重要的 对付韩国瑜的 有效的武器 有时候真的令人觉得 不知今夕何夕 我今天讲的是 有点点稍微的感慨 因为以前 中华民国是要被消灭的 在民进党的眼中 那现在突然间变成 要韩国瑜到大陆去讲 大陆去讲 那如果说 依照陆委会跟蔡总统的想法 韩国瑜到香港 建了中联办主任 到大陆建了这个刘洁一 没有在他们面前讲中华民国 那就是有卖台嫌疑的话 那我们试问一下 试问一下 蔡总统您在出访期间 也接受了所谓的 台湾共和国媒体 数位的一个访问 那你口口声声说的 中华民国 你都没有做到 那代表你是不是也认同 你心中只有台湾共和国呢 我觉得不能用诸心之论 去看人家 我们宁愿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不是吗 韩国瑜在会后 跟刘洁一见面之后 他谈到了 整个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 我觉得其实已经 非常非常的努力的 在那个场合当中 他能够在极端里面 找到一个综合的做法 我觉得还不错 那当然很多 这个绿营的朋友们 对他非常的不满 就对他有很多的质疑 那韩国瑜就说了 一段西武记的话 他说这个猪八戒 卖不了人参果 然后呢 孙悟空现在在卖 希望不要在后面 扯东扯西的 我倒觉得其实 我们宁愿用鼓励的方式 站在正向积极的方式 希望蓝绿阵营的 正人物都一样 努力去为台湾拼出路 不要给自己挡住路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 那么 如果你 不能够有效的祝福 那就沉默吧 他要去韩国瑜的话来说 这个有一种动物叫螃蟹 这个故事跟他们有关系的 一只螃蟹如果要从那个 竹篓子里面爬上去 跳出那个圈圈之外 比较容易 因为只有一只 一只螃蟹 通常这个浓渔民 如果是用竹篓子 竹边的篓子 它很容易爬上去 因为螃蟹的脚 它有勾勾 它很快就可以爬出去 两只三只四只五只 或者是一栏螃蟹 没有一只爬得出去 为什么 只要有一只螃蟹往上爬 后面螃蟹就挂着它 越挂越多 所以到最后每一只都爬下了 都爬了 都打爬了 所以ROC 虽然不是Republic of Tribe 螃蟹王国 彼此在互相的毁灭 这样就不好 应该相互的合作 应该是个team team team就是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你看人家西方在团队的时候 谈得多好 team 我们的国家就是个团队 team也者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纠合重力 带它团结 一致的来为台湾找出路 为两岸谋和平 这样才能够找到出路 不是吗 当然了 韩国现在看起来蛮像螃蟹的 后面一堆人 不论是蓝绿 都在扯它后腿 我们希望他多点努力 那么 有一个厨师 正在煮螃蟹 这个螃蟹里面 受到热 受到不得了 所以用那个熬 推开那个 热锅的锅子 然后看到那个师傅 跟厨师讲 好热 那个厨师跟他讲 想红 就要忍耐一点 就要撑着点 对韩国瑜来说也是一样 虽然现在红不是你要的 但是呢 现在正在网络的一个完胜上面 那多加一点油 会比较好一点 在传统的这个中国官场上 我觉得大家都批评说 所谓的个人自扫门前雪 修管他人 瓦上霜 这个是不好的 可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改变 观察近代的政治发展 我就要做一点修正 台湾的许多政治的问题 不在于个人自扫门前雪 修管他人 瓦上霜 我们比较严重的问题是 个人不扫门前雪 专管他人往上霜 国家的领袖 总统你就好好管好你的高度 你去针对韩国瑜说的话干什么 主权外交军事 这不都是总统的职权吗 你把千金中的往他身上摆 不就是把韩国瑜垫高吗 没有必要吧 我觉得这其实是没有必要了 那如果是质疑韩国瑜说 你没有在这个 跟刘洁一或者是中联办主任面前 跟他见面 没有讲中华民国 你就是不爱 那蔡总统 你自己接受台湾共和国的时候 你都没有做那样的表示 那请问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你怎么要韩国瑜做得到呢 有时候你讲中华民国 后面要加一个挂车厢挂台湾 你的名称叫中华民国 不叫中华民国台湾吗 这一个是地名 一个是国名 这是基本的道理不是吗 你自己做不到事情 要求韩国瑜做得到 那只有两种可能 除非你就是心口不一 摆明了人格分裂 要不然就是公然说谎 我希望我们的总统不是这样子 他只是对我们的土地 对我们的人民有很多的爱护 所以希望韩国瑜一起来 这样可以 但千万不要因为政治的目的 就去打压我们很努力的 这个县市首长 不论你喜不喜欢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都自己人 不要做到最后呢 中心 西带性 甘心 凶万金 那有说一个县市首长 出去拿订单回来 你要罚拉钱的 他出去赚钱 你要罚拉钱 那以后谁要出去赚钱 那也许你要说 这是大陆方面的统战 不论统不统战 他拿订单回来 这是真的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 与其啊 在旁边酸言酸语 不如说 你做出一点 比较具体的绩效 或许对这个国家 对这块土地 会有更好的方式 那当然这两天 韩国瑜的声量 持续升高 所以不论是 在国民党内部 现在出现 就用征召的方式 有些是直接征召了 前一阵子呢 在上个礼拜 我跟高中朋友讲 韩国瑜好像糖生肉 这个妖精要咬他一口 神仙也想咬他一口 好人坏人都想咬他一口 为什么呢 因为不必努力嘛 咬他一口 就可以升量升高 所以能够达到迅速 自己长生不老 达到网络升高的效应 那韩国瑜现在呢 是寒流 今天呢 这个礼拜看起来 而且不是哦 很多想要红的人 拿着水桶容器 就打他 拨他水 也都希望能够分流 有些这个人物 甚至拿水管 直接去装流 希望能够倒流 把寒流倒成自己的流 不过好在 这个寒流 他是姓韩 如果他姓 夏天的夏的话 那你们还要倒吗 这个意义不大 韩国瑜会哄 不是他本人 是因为他讲出 台湾民众庶民经济的心声 上里表演 各位报告过 不是吗 那吕秀莲 吕富啊 在美国访问现在 他说啊 这个韩国瑜想要说 开玩笑出来 有可能选港澳特首 他可以圈户籍过去了 那个吕富啊 有时候这个玩笑 跟认真之间 不必那么认真 韩国瑜我们要看的 是看他拿到绩效 回来为台湾民众 拼经济这一块 就好像我们去 台北市动物园 看孔雀开屏 你看他开屏了 所以一定要看 那个羽毛那么漂亮 你把眼睛的焦点 都放在他屁股眼上 那一颗屎 你这当然只看到屎 这千万不要 看孔雀开屏 你会心情非常的愉悦的 不过吕富呢 有一段话讲对了 他说啊 四年前科匹啊 突然间窜起 没想到四年后呢 现在科匹 被另外一个科匹 最后寒流呢 能够替代过去的 他怀疑韩流能够成多久 在这里呢 我跟吕富报告 韩流一定成的比科 科匹9 为什么 因为科问者是单兵作战 那现在呢 韩流是整体作战 这两个显然 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所以怎么可以看得出来说 韩国瑜呢 因为他出去 拼叮单回来 所以包括什么呢 包括像西游记的 重新站上台面的 包括呢 许多这个经典名言 也都出现了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 我们的社会 多一点鼓励 多一点祥和 如果能够让 韩国瑜的效应 持续的扩散 那么国民党内部 对于两岸的问题 跟两岸的路线 能够开始大海大核 而不是在选举过程当中 初选的过程里面 从党主席 到从市议员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各有不同的出发点 但是都是用把韩流 导向自己 让自己也能够 分一杯羹 那个与其啊 期待韩流去导流 不如自己能够入流 成为自己 成为主流 这才是真正的 正本清源 不是吗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未来啊 国民党应该在初选上面 吴敦宇党主席 应该要赶快 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决定 您是要当裁判 还是要当球员 说清楚 游戏规则说清楚了 其实对这些想要参选的 不论是朱立伦 王金明 或者张亚中 或者其他人 其实都好说 也就是说 你游戏规则的 所有人去参加 这场游戏规则当中的竞赛 输的人 愿赌服输 赢的人 理直气壮 而不会出现 许多不必要的后遗症 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不是吗 初选就是要公平 公正公开 说起来很容易 对不对 公字大如天 平字 细如线 每次讲到公 每一个都说 他自己最公正 公平公正公开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最难是哪一个 你猜猜看 公平公正公开 公开最难 透明 因为公平公正都很主观 我心如秤 我怎么知道 你的秤是偏向哪一边 但是如果过程 能够透明公开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定的 那么应该如何遵守 你的KPI指败在哪里 我做出来了 大家也能够有效的心服口服 学校老师改考卷也是一样 最难就是公开 把那个标准订出来 改完之后考卷发回去 让我们的学生去对照 他的分数是怎么得来的 从这样来看 学生赢的人赢得很开心 输的人也不会有所埋怨 所以我觉得这个红八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了 那当然这个中文当中有很多形容词 形容这个一个团队是不是同心同德 我们的国歌里面写到一心一德 你看这给观众朋友出个题目 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话 就在我们的YouTube上底下 给我们留言 我们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来脑力激荡 如果答案很令人惊艳的 下次我们就把它列出来来讲一下 所以你看了 国歌当中讲说 希望我们的民众一心一德 都是一团结为一 但如果把它改成 奇异电器公司的义 一心一德的话 那就是分崩离析 也就是说在中文里面 有很多这种同音 可是念出来义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国民党如果能够遵守 孙中山先生给他们留下来的概念 一心一德的话 2020是有机会的 一的一 但如果改成奇异电器公司的义 就是田共 一天的田 跟共同的共 变成一心一德的话 那就是心跟德都不一样 那恐怕 好好的一盘局 就可能会打输了 我们稍后回来 跟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下一段 新武林盟主 韩冰的故事 谢谢 中广新闻网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 看见中广新闻网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波到网络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实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 也是你不想要的 我们有的 正是你要的 我们是中广新闻网团队 早上一杯咖啡 早晨时光 有中广新闻网 开车上班路上 通勤时间 有中广新闻网 中午吃饭休息 充电片刻 有中广新闻网 下班鬼行四溅 入夜时分 有中广新闻网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30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谢谢中广论坛的好朋友们 您继续我们一起分享这两天的心情故事 那么当然有人讲说 国民党啊 过去也不论是在野或者是执政 其实它因为是百年老党 所以反应上比较迟缓 那么诸多的媒体有时候会用一种恐龙去形容 它说恐龙这么庞大的动物啊 拿一个石头啊 石头就是民意跟社会的变化 对不对 拿一根石头砸它的尾巴 过了几十分钟 几个小时 几天 它头才摆下 那个末梢神经啊 是非常迟缓的 所以国民党后来被民进党的替换了两次 这个过去在媒体上 电视上或者新闻上 有很多朋友们也都引用这样的概念跟比喻 这个叫metaphor m-e-t-a-p-h-o-r metaphor就是文学当中的想象跟写作空间 今天呢 要正本清闻跟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报告 这样的比喻是错的 为什么呢 这个你去查证相关的故事书 结果这是科学百科 来看一下这个是十万个 为什么恐龙啊 大百科 它里面呢 在162页记载着 恐龙会不会痛 恐龙是会痛的 恐龙是会痛的 所以不要再污蔑恐龙了 好不好 对于法官或者对于国民党 或者对其他政党 或者对其他这个官僚体系 千万不要用恐龙去做比喻 为什么呢 在这本书当中记载 我们看一下 他说痛觉神经啊 一般的这个动物 它是由两种神经纤维所组成的 一种传递的速度比较快 速度大概是每秒20公尺 一秒钟20公尺 痛 好痛觉 那负责传递力气的危险 例如我们像被火烫到啦 或者是被刀子割到 这个我们立刻知道痛处 因为一秒钟20公尺嘛 那有一种痛呢 速度比较慢 他负责的是慢性 但是比较深层的疼痛 像是做骨神经啦 或者是慢性疾病的疼痛 传递的速度大概是每秒两公尺 以现在我们所发现最大恐龙体积 大概是30公尺为例 如果用痛觉神经来做计算的话 那么就算最慢最慢最慢 大概15秒 那何况如果这个痛是很快的话 迅速的就能够传达 这里面记载痛 所以如果下一次 我们要再做一个评论 说是政党或者是法官 或者是官僚体系 千万不要对恐龙有误解 去做不好的比喻 套一句最近不论是国民党 或者民进党在批评对方的四个字 叫不伦不类 这个不太像恐龙 恐龙其实会痛的 但是谈到痛 有一种痛 是政治人物一定可以忍受的痛 那就是别人的痛 所以不论是蔡总统或者是民进党 在通过这个年金改革的时候说 这个年金改革是民主改革过程 进步过程当中必要的阵痛 这个是典型别人的痛 所以有一种痛 这是防护员先生讲的 有一种痛呢 是自己绝对可以忍受的痛 那就是别人的痛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的痛事不关己 所以讲起来不痛不痒 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改革 对待军公教 坦白说 其实是令人觉得不足的 诚意不够 而且也不够体恤 军公教的同仁 他军公教 当然有点想法了 就是军公教退休的 大概加起来六十几万 加上他的家属 如果一家四口的话 大概两百多万人 在两百多万的军公教当中 竟然到目前为止 看不到有一席 军公教自己的立法委员 或者两席 甚至可以选到三席 三席以上就可以组一个政团 我不是说年轻不应该改革 当然要改革 但不是这种改革 一刀切下去 那个闽南语有一句俗语 叫 君公教在把他们年轻 最宝贵 最珍贵的智慧 聪明才智 奉献各个国家 老的时候 你突然间跟他讲说 对不起 钱不够了 所以要砍你的 砍的都砍军公教 那么现在在位的总统 或者是行政院长 他们所有的福利都没有砍 你也许讲说 他们已经退休了 所以砍没有关系 在台大宿舍里面 有些比较早期会来 七十岁八十几岁的老教授们 尤其是我碰到几位 以前是我的老师 他的子女现在都不在身边 他说他现在不敢生病 不敢用力地吃饭 为什么 因为他担心生病以后 他现在前辈被砍掉四成 心想四成 钱恐怕就不够用 所以看到以前的老师 现在为了乌兜米而折腰 坦白说 还是有点无限的感慨 人生当然不可能倒退了 有钱难买早知道 万般无奈 没想到 有些老教授在四五十年前 在美国很好的机会 如果留下来 现在说不定身家的数码 或者上市贵公司 他可能不需要这样 为乌兜米而折腰 不过人生就这样子 随遇而安 既来就来的 好 刚谈到第二段 武林新盟主韩冰 大概在2017年选党主席 国民党选党主席 当时有几位 吴敦毅 洪秀柱 韩国瑜 潘维刚 还有几位 郝荣斌先生 好几位一起选 第一次他们公开的 政见发表 选当主席 他政见发表 在中式举行 作为一个观察者 公共政策跟公共行政 还有企业伦理 企业社会责任 是我们自己的本行 我就很兴趣看看 这些想要带领 百年政党走出困局的人 他们要讲什么呢 所以我就到现场去 做个观察者 那现场呢 大概就是 韩兵就陪着他爸爸 韩国瑜 就是在现场 这个处理一切事宜 当时看到韩国瑜 我就跟他打招 我说 国瑜兄 哇 这个你好 他就是你好 看到旁边他介绍 这是我女儿 我就不用介绍 这一看都知道 这个韩国瑜 加上一个长头发 就是韩兵 这个百分百 气质不大 这跟你虽然呢 有点年纪上的差距 但是那个神情 还有那种努力 都看得出来 那么几个候选人当中 唯一只有一个 跑去跟吴敦毅 就是打招呼的 大概就是韩国瑜 当时了 在现场 我就就事论事了 那在现场很多观众朋友 还有很多媒体朋友 就问 哎 这个官房之间怎么弄 我说不知道 这很难猜 那我这写了一个纸条 这个现场很多朋友在 我说 也许洪秀柱 洪主席会问 吴敦毅的第一个问题是 中国国民党 要不要改成台湾国民党 他真的会这样问吗 我说试试看 我在写这个纸条 这个纸条还在 那后来洪秀柱 洪主席上台就问 吴敦毅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请问这个吴敦毅先生 您如果当选党主席 会不会把中国国民党 改成台湾国民党 但不是算命很准 我当时想 那个氛围之下 能问的问题 大概就这些 不过吴主席做到现在 加油了 因为大家看 现在就是 your short time 如果你能够把 初选规则 能够尽数的定定 不论您自己要不要选 我觉得都OK 但是规则定下来了 让所有人之所适从 不要让很多人 或者让很多的社会分 或者很多难营的知识者 心急如焚 这个韩国要选 不选 当事人现在没有讲 说要选 所以你们强迫他相亲 带他领表 就要像这个大龄女子 大龄男子 强迫他们配对一样 那现在当然还有人讲说 直接送入洞房 就直接征召了 不用再初选了 我觉得都可以谈了 但是就是避不见面 这实在是不好 那台湾嘛 其实3.6万平方公里 也不太大 等韩国瑜回来 你就把所有人都召集 行动电话 视讯都可以在中央档部 见个面 很多事情都可以谈开了 不是吗 那当然韩兵从 韩国瑜呢 选当主一开始 就帮助他了 不过当时呢 韩兵的威力 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 选民结构的因素 还是因为大家 太熟悉 还是当时 这个整个时候 气氛还没有完成 所以他有那个特质 前两天呢 有一个电视台 就做了一个 政治人物 跟金融人物的专访 那他事前有跟我讲说 老师你要不要准备一下 我说我基于 做老师鼓励学生的立场 我准备了10个 那你可以看看 你们选哪一个 那来做一个讨论 但是我说 我说好了 我就不做酸民 我不去讲他们的坏话 每一个人呢 据我所知道都写正面表列 那第一个写的是韩兵 韩兵 那韩兵呢 目前为什么没人写 他们说韩兵像什么呢 我说韩兵是赵敏 黄荣跟洛宾 书建恩仇录 洛宾三合一 那后来这一段播出来 十分之一 我写了十个 被只播了一个 哎呀OK 今天我呢 我就把它完整 跟各位做一个陈列 韩兵我赵敏的大气优雅 黄荣的机智聪明 洛宾的爱笑个性 非常像这个 韩兵 不过洛宾擅长的是 韩王倾刀 韩国瑜的王 韩王倾刀 酝酿双刀 双刀侠 那韩兵擅长 叫韩兵神长 你看他一出手 送出一盒马卡龙 就融化了王世间 所以韩兵呢 他算是赵敏黄荣 跟洛宾的综合体 那第二个当然是韩国瑜 韩国瑜各位知道 很多媒体 他自己也说过了 韩国瑜的个性 豪迈爱喝酒 他交朋友 热情热血 爽朗像令狐冲 当然 我要说的是 这都是 所谓的光环效应 他是不是个性 完全像他 当然也不是 不过就是 在某个程度上 他虽有类似 相关的所在 韩国有时候 言语调皮 形式灵活 重情重义 还有一点 绝顶 聪明 像我小宝 那么王世间呢 王世间 很多人说像黑白无常 不是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王世间 比较像金蛇狼军 金蛇狼军呢 特立独行 不拘礼法 毁欲尤人 笑骂尤他 敢爱敢恨 我行我恕 不须此生 这是王世间 所以喜不喜欢他 无所谓 他就是我行我恕 那蔡英文 蔡总统呢 他在从政之初 清新脱俗 是十足的小龙女 当上总统之后 对待军公教 犹如灭绝失态 不相信你问军公教 不少军公教朋友认为 他的所谓年金改革 确实很像灭绝失态 那柯文哲当然就是 红七公跟周伯通 柯文哲说自己像雍正 也像红七公 只做自己直白不做作 我同意 我承认 但是 他竟然说自己是 嗡嗡嗡的小蜜蜂 嗡嗡嗡小蜜蜂 他的logo还叫小蜜蜂 对不对 在倚天屠龙 还有相关的这个 天龙八部里面 有一个叫老顽童周伯通 他到90岁 还有养蜜蜂 那跟这个 现在将近60出头的 嗡嗡小蜜蜂的 柯文哲 是不是有几分相似呢 那接下来 当然谈的是赖清德 赖清德呢 当然有不同的说法 不过我是取奇啊 他在2020 能不能在 民进党跟小龙女 配成 蔡赖配 所以我认为他是杨过 杨过一生 就是对抗压力的一生 这官僚朋友 都比我更熟 对不对 那戴清德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在对抗 惊涛骇浪的历程 很像杨过 当然了 很多历史不能重来 如果赖清德 不去接行政院长 你认为他现在的声势怎么样 一定更高 这不用讲 他没有任何的包袱 他对挑战蔡英文来说 就像中古世纪的武士一样 有没有 有个成语 就把白手套 丢在对决对手面前 名正言顺呢 我没有做过你的部署 我也没有做过你的行政院长 我就挑战你 那个力道要强很多 不过历史不能重来 那还有一位跟韩国瑜 有一个字一样 叫宋楚瑜 现在已经比较少人谈了 宋先生其实还不坏 纵横白和白绿合作 有如西星大法 像任我行一样 但是费省跟星飘案 像两只铁钩 锁住他的琵琶鼓 各位看那个东方不败的电影 任我行啊 被锁在那个西湖底下 两根肋骨被锁住了 那宋先生的费省跟星飘案 就像当时的党政人士 用两根铁钩把它勾住 让他有志男生 底下还有三位 我们下一段回来 再跟各位继续做报告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不要走开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 看见中广新闻网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波到网路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实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也是你不想要的 我们有的正是你要的 我们是中广新闻网团队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中广论坛的好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武侠 有武侠的地方就有传奇 有传奇的地方就有心灵的桃花源 那当然多数的政治人物 因为一两次的选战成功 难免就头晕晕的 会轻飘飘的 这个很容易自大 可是有时候因为挫折 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自义自怜 self pity 那因此政治人物经常出现 所谓的四部的行为 症候群 这个四部是什么呢 就是言不由衷 身不由己 事不隔躺 力不能及 当事形成的时候 你就算有再多的想法 其实你就挡不住 那个事来 像寒流来了 你怎么挡不住 那怎么样能够顺势而为 或者是寒流来 能够去冲浪 那是看个人的本领 所以因此呢 这种缘不由衷 身不由己 事不隔躺 力不能及的 其实都会有了 我们日常生活也会有 政治人物有权利都这样子 那何况是你我呢 我们这个平凡的人 像我这样平凡的人 世上还有多少人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这个身怀绝技 行侠仗义的角色 经常都成为大众向往 或者是心理投射的一个寄托 那当然也可能成为正日人物 这种在这个自我疗愈 或者是这个向往的心灵投射员 所以你看 不论是来清德 或者管中民 或者是韩国瑜 乃至于柯文哲 他们都会用这种政治人物的武侠 来做处理 来做处理 那么今天第三段 各位报告的是 少子化所出现的国安问题 上次各位报告说 未来台湾的民众 恐怕注意的 尤其是大学这一方面的 那么这里呢 根据联合报 这两天所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 台湾的出生率 是全世界最后 当然了 我们相关部门出来说 这个数据的基准有误 不过不论是倒数第一 跟倒数第二 你觉得有差吗 问题就是台湾民众不想生 那生的就是一个过程 但是养要很难 据估计如果在台北市 要让这些小朋友们从零岁到十八岁 要能够过还不错的教育 跟生活 一千万跑不掉 那政府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 只是说 这个生一个补助两万三万 意义不大 因为他总还有排付条款 不是每人等值 每票等值 对吗 那为什么 有钱人或者是比较生活 比较努力的人 生小孩就有排付条款 我不懂 我不懂 其实照理讲 只要能够为国生产的 都很努力的 都让他们有更多的无后顾之忧 你的托儿 育婴 功利的要更多一点 那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你叫这些年轻人 他怎么敢生呢 那有些未婚妈妈生的 我们现在社会的价值观 还是有一些歧视眼光 你们做好社会医疗服务 跟社会的支持系统 那他们也要遭受 社会的异样眼光 那你要他们忍入偷生吗 当然不是啊 要光明正大的生 再生元 生生不息 原定三生 生三生四个 如果这样 台湾也许会多一点 但目前看起来 几乎啊 这个连富产一哥一师都摇头 几乎可能性不太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专院校 我刚刚讲说 今天昨天的新闻是 台湾的出生率 全世界最后一名 没有人要生了 所以人家说富不过三代 是有钱不会超过三代 那现在是富 富数的富 负债不会超过三代 为什么 到第三代不生了 没有下一代了 所以有钱的不会超过三代 没有钱也不会超过三代 为什么 国外的问题跟少子的话 真的非常严重 有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 写信来问说 老师啊 你说那个大专院校高中啊 生大学人数真的变少了吗 数字能不能更距离一天 今天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这个108学年度 就是今年了 今年新生啊 高中生考大学的人数 是24万人 明年就变21万.7万人 后年变20万 少掉4万多 到了大后年 111年的时候 111学年度变19万人 以后持续下降 降到117年的时候 会到只剩15.7万 就现在的高中生 就五年以后的 要考大学的 只剩15万.7万 距离现在呢 整整差10万人 以前叫10万青年10万军 现在呢 少掉10万个高中生的大学 他们的大学 要一于福底 我不知道 所以当你看到蓝绿的政治人物 都在那边喷口水的时候 这个国家没有人民 多数的县市首长 跟总统 行政院长 也没有去关乎 如何能够让年轻人 午后午之忧 能够在这块土地上 繁衍下一代 让下一代子孙 跟上一代之间 能够和乐相处 代代相传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 你取得 赢了权力 赢了你 赢了世界 输了台湾 又如何 又如何 所以我觉得 对于 对于这块土地 我们需要关注 更多更多 重要的议题 像我觉得 少子化 绝对是个议题 那吸毒的问题 也是个议题 像这些 我们都在整个政策辩论过程里面 很少看到 他们去做处理 报纸谈的都是 哎呀 这个富家子弟 富不过三代了 多少钱 今天新闻不是跟各位报告吗 在进门的时候看到说 哇这个 千亿的家产 然后呢 父子跟这个母亲 分成不同的党派 去争执这些财产 那这些财产 将来怎么去争 有钱当然是好事啊 但是如果身后 或者是还活着的时候 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用不到 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跟各位 举一个例子 可能各位也都还有印象 那就是林哲学 你一定知道林哲学 对不对 六三禁言节 不就是他吗 林哲学呢 他自己写了一副 这个对脸 各位都应该很熟悉 我重复一遍 他对于钱财 要不要留给子孙这件事情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子孙若如我 子孙若如我跟我一样 子孙若如我 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财 则损其志 他如果很聪明 很能力 可是却很有钱 对他向上的志气 恐怕减损 子孙若如我 留钱做什么 余而多财 亦争其过 他很笨 却要很多钱 重则伤身 轻则伤身 重则伤命 亦争其过 所以呢 子孙若如我 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财 则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 留钱做什么 余而多财 亦争其过 亦争其过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呢 过年的时候 去点光明灯 那么去求平安 去这一概 去求这个化解 今年有些 冲胎水等等 他们说台北市啊 有一个公庙 这我不能讲名字 这公庙的规模多大呢 在他们庙的门口 有一家金融机构 放了一个ATM 这个ATM只做一件事情 就这家庙 你要点光明灯 或者是你要求平安 或者要被做这一概等等 每一种项目多少钱 人数多少 你直接转账 用信用卡 或者你的账户转账 直接转账 他们只做这个 其他都不做 纯体的动作 这完全神明 现在都是数位金融化了 不想神明在天上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不过呢 这是个人啊 心诚则灵 我跟各位报告过说 政治信仰跟宗教一样 它没有对跟错 只有能不能得到平安 你喜不喜欢而已啊 所以我想 希望我们的蓝绿争人物 都能够回归到民生乐利 安和乐利这件事情上面 对我们来说 我们才是需要的啊 好 你看一下 其实有些资讯呢 对他们来讲 传达的都只是令人觉得心烦而已 没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你真的要讲一些 无关痛痒的话 讲一些好玩的 也能够让人觉得 哎 你还不错啊 对不对 那因此我们看到说 其实 在整个一个知识网络上面 有所谓的 useless information 就是无用的资讯 无用资讯就是所谓的冷知识了 他听起来很伟大 可是呢 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的政治人物 不能够谈经济民生 那谈一谈一些风花学 或者谈一天 有意民生的差与方向 也可以嘛 例如九个一啊 就一亿一千 一百三十个报告 对不对 一亿一亿 九个一乘以九个一 他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八七六五 四三二一 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啊 那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开玩笑 否则 他的意义不大 那么当然了 我们希望这个 韩国瑜 现在终于啊 要准备回到台湾了 希望 他能够继续发挥他 努力的工作跟功夫 那么尽管有不一样的想法 不过我们祝福韩总 希望他能够身体加油 那么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 为高雄 为台湾多拼经济 韩总 加油了